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媒体日前报道 在台所谓驻美代表员见声安排邀请下 小布什原本有可能在4月下旬访问台湾 但台外事部门官员4号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 小布什暂时就不会来了 他说小布什此次没有能够访台 主要是时间与行程的安排问题 媒体太早曝光不是小布什无法访台的主要因素 但他也表示 要访美国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是台外事部门的工作 虽然小布什这次无法访台 不代表未来不访台 这次小布什行程不方便 他们还会继续邀访 希望未来有机会成行 我们再来关注台湾岛内的消息 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针对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的辩论即将在4月底前举行 马英九办公室表示 马英九会把辩论的重点摆在签署ECFA是打破民进党所必化的重要一步 无关选战或绿营内部的政治布局 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即将对ECFA进行辩论 而对此迟迟没有表态的吕秀莲和苏贞昌三号松口喊话 希望这场辩论会不要沦为马蔡两人的政治秀 除非把辩论当作是两个人好像是为了2012年事先交手 那就是政治秀 我们要面临的是ECFA这么严肃的议题 谈论以前就要透明化嘛 到现在也没有透明化 就不要变成只是一种好像选举双方的论辩抬杠 那就比较没有意义 吕苏一开口就先喊话 不要利用ACFA当成政治利益提款机 蔡英文赶紧灭火 这个已经太过头了啦 问题只是在ACFA 其他的政治的这些说法我是觉得并不相关 我觉得这个事情的本质比口才好不好来的重要 另据台湾媒体报道 4号马英九办公室也出面表示 马英九会把重点摆在ACFA是打破民进党掌政造成所必困局的重要一步 无关选战与绿营内部的政治布局 4月下旬 马英九与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将就ACFA议题展开双英辩论 日前呂秀莲和苏贞昌纷纷对外喊话 希望这场辩论会不要沦为马英九蔡英文两人的政治秀 对此台湾中国时报今天刊载文章认为 双英辩论提供了蓝绿理性交锋的平台 无论是真理越辩越明或个言而至 蓝绿能聚焦就是一种进步 虽然民进党内有人对这场辩论不以为然 但是ACFA关系到台湾未来的生存命脉 绿营人士动不动就乱贴选举标签 不免让人质疑其用心何在 针对吕秀莲和苏贞昌的对外喊话 今天台湾联合报的一篇文章称 一场政策辩论被赋予那么大的政治联想 未免有点想太多 但在绿营天王眼中对形式的变化又不能不担忧 尤其蔡英文的行情正看涨 若她单挑马英九打的漂亮 声势必然更加看好 将来恐怕更挡不住她代表民进党绝诸2012 如此用心计较民进党党内天王评论双英辩论 口气当然不免酸溜溜 文章认为辩论大戏即将登场 民进党内天王这时出面喊话 其实不是针对ACFA而是针对蔡英文 台湾经济日报今天发表社论指出 ACFA从签署到完成双边设定的自由化进程 大约需要10年时间 因而这不只是部分产业短期可提早享受的 关税减免及市场转入优惠 更值得关注的是 ACFA将推进未来10年台湾产业调整的过程 因此希望马英九不受任期所限 要拿出即使只做一任也要勇敢推动ACFA的魄力 为台湾经济快速取得链接全球的门票 打下长期发展的基础 岛内政治人物应酬多 酒足饭饱之际恐怕就得担心健康问题了 像是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副主席詹春博还有李登辉 都有心脏方面的问题 都名列心疼俱乐部成员 这一杯全干了 政治人物应酬多 长时间累积 身体立刻有反应 像国民党副主席詹春博 农历年前才悄悄住院 心脏支架加码有三根了 都是吃的太油喝的太多惹的货 人家欠酒的时候 你也不能去人欠你之外 就是人不成情 但就只好少喝一点了 不过心脏装支架最有名 恐怕要算李登辉了 心脏有超过十根支架 应该算是心腾俱乐部的翘楚吧 其实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 副主席詹春博也都榜上有名 而马英九办公室秘书长廖辽乙 现在也传出健康出现问题 眼球血管栓塞 这毛病是可大可小 蓝营大佬心脏问题不少 民进党的天王患的病都很奇怪 谢长廷曾经因为不明足迹 在2008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前 人间蒸发了十天 游锡坤也因为小腿肚聚疼去看过医生 不管是腿功夫不灵光 还是心头肉出状况 恐怕都不能等闲视之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台军中日前发生过女军官街道长官邀约参序 却被性骚扰的事件 现在传出台房屋部门为了保护女官兵 要求女官兵回营区不能超过晚间9点 消息一出台房屋部门赶紧澄清 表示两性平等 门禁规定男女仪式同仁 午夜12点钟一响灰姑娘得赶回家 现在传出女官兵比灰姑娘还不如 门禁是晚上9点 在经济检讨大会中提出 为了避免男性长官强迫邀约 发生性骚扰等军纪问题 未来女性官兵在参序现场 不能超过晚间9点 强调两性平等 门禁规定对男女一视同仁 更强调军方越来越人性化 以往对于手机严格管制 不能照相不能上网 上车将军下至小兵只准用一元手机 但是现在手机业者都在比谁功能 比较强大 哪里至少只能通话 发简讯的阳春手机 为了官兵的实际需要 还有整个市场的趋势 以及呢我们希望用一个 人性化的管理的方式呢 主动呢正在研究 希望在一个比较完整的 配套措施的状况下呢 来检讨那个开放 只是在严格禁止的年代 已经屡屡发生军事设施 被拍照泄密的纪律问题 这一开放要怎么管理 恐怕又是难题 好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新闻 福建边检部门增开返乡快捷通道 服务夏京全京航线返乡技组台胞 担心父亲墓地面积超标 再惹正义 蔡英文未在清明节前往扫墓 蔡家人低调以对 台湾桃园夜市后代近万人技组 在外游子 再远都要返乡寻根 特地从大陆四川省 从四川省 省都回来 参加我们夜家的技术大帝 好的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东南卫视海峡新改线 今天是4月5号清明节 说起清明节大约始于周代 至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 近几日不少台胞 选择搭乘闽台间便捷的小三通航线 踏上返乡技组旅程 夏京全京航线返乡技组的台胞逐渐增多 今天共有3200人次的台胞 从这两个航线出入境 为了确保台胞及时返乡 边检部门提前部署 为台胞开通便利的返乡快捷通道 受到台胞的一致好评 清明节福建南安市井的全京客运码头一片繁忙 全州边检站干警告诉我们 与往年相比 今年清明节返乡的除了老年台胞 还增加了不少年轻人 也有不少台胞举家出行 为确保台胞快捷通关 全州边检站专门设立台胞返乡专用通道 与旅游团通道一般旅客通道相区分 并增加台外检察员对返乡台胞进行引导 便于携带小孩及行李较多的台胞通关 今天是清明节 从3月27号到至今天 共出入境旅客6000余人次 那么比同比去年增长了20% 全州我们全州边房检查站呢 为了积极这个做好通关服务 增派了一线的检察员 并且专门设立了清明返乡通道 为旅客提供较好的服务 在厦门 夏京客运码头的旅客也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夏京航线自4月1号起 每天增加进出各两个班次 短短半年内再度扩容达到了36个班次 航线的火爆可见一斑 为确保清明返乡台胞顺畅通关 这里的旅检工作人员也做了充分准备 延长了工作时间 经济便捷的小三东韩线 依旧是台胞晚返闽台两地的最佳选择 预计未来几天还将有近千名的台胞返乡 以及数百名的全州居民赴台旅游 我们采访中了解到 随着赴台旅游名额和主团社的不断增加 以及对台客运寒线的完善发展 越来越多的福建居民选择小三东韩线 前往台湾旅游 东南卫视记者全州下面报道 清明节这天 台湾不少民众忙着扫墓祭祖 不过据台湾媒体报道 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却没有前往 位于台北新殿清坛父亲的墓园祭拜 此前蔡英文父亲的墓地 因为面积超标引发争议 现在似乎为了避免争议再度发酵 蔡佳然连扫墓都变得相当低调 蔡英文父亲蔡杰森的墓园铁门伸锁 新挂上的告示牌写着私人原地 善入依法就办 清明节这天 不见蔡英文前来祭拜父亲 反而请了两名大汉 要外界别再打扰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祖坟面积超大的争议 让蔡佳扫墓也刻意低调 一整个上午没看到家属前来祭拜 墓地管理员透露 早在前一天墓园休息时间 蔡佳人就已经先来扫墓了 蔡英文家族在新店和屏东封港的祖坟 先后被媒体渲染 让蔡英文的运忘到不行 她怒斥无稽之谈 还拨麦表达不满 现在就连扫墓也超低调 不想让外界再有做文章的空间 清明节扫墓 岛内许多民众 都会将存放在铃骨塔里的亲人骨灰坛 拿出来擦拭清洁 平掉一番 不过为了确保清明节 寄扫高峰期骨灰坛的安全 台北市决定 从明年3月15号起的一个月内 将塔位封闭 不开启柜门 这样的新做法引起部分民众反弹 台北市长郝龙斌搭上扫墓专车 亲自体验人潮疏运 但从明年开始 民众大老远要爬上山扫墓 却多了新规矩 李仪式扮成的小天使 跟民众玩游戏强力宣导 因为从明年3月15号起的一个月 清明扫墓尖峰期 想要打扫骨灰坛 将吃上闭门羹 去年发生富人 丈夫骨灰坛失踪的离奇事件 台北市殡葬处为了安全考量 明年破天荒 将不发给民众塔位钥匙 开柜平调 就怕引民院市长赶紧灭火 新市柜门将有两层 第一层的门把锁将更坚固 第二层则是压克力板 还是看得见骨灰坛 改装工程从富得公募开始 11万个塔位得花5年 花上上亿元才能完成 为改装前清明时期 塔位将封贵 改装完成后 要触摸骨灰坛 得再另外申请 有的人会怀念主线 就是想打开看一看啊 只是透明的看的话 其实我们也不知道 到底实际状况会怎么样啊 新做法碰上旧习俗 能不能顺利度过阵痛期 还有待民意检验 说到扫墓祭组 下面这个场面可有够盛大 在桃园县新乌乡 叶氏家族的公辞 今天涌进了上万人的扫墓人潮 其中有不少人是特地从大陆 甚至巴西美国等地返台扫墓的 他们说祖先在哪里 就要寻根到哪里 不管距离台湾多远 工作再怎么繁忙 都一定会在清明节当天 回到台湾祭拜祖先 手拿着香大排长龙 现场被挤得血泻不通 这里是桃园新乌乡的叶五美公辞 不过不管是在地的叶家子孙 还是人在海外的叶家人 叶家人通通都会在清明节这天 聚集在这里 特地从大陆四川省 从四川省 成都回来 参加我们叶家的祭祷大典 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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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每天都会 每天都会 一大早叶氏家族的人潮 已经渐渐涌入 叶氏宗亲会会长说 今年来宗祠扫墓的人 有可能超过上万人 而也没想到 上万人扫墓的活动 竟会引起热烈的回响 让叶家后代 不管离台湾多远 都会记得回来寻根 我是从美国 波士顿 我们的祖先的 在这个地方 大家在这边烧香 尊敬我们的祖先 尽管天空微微飘着雨 撑着伞前程的 甚中追远 一场逼近万人齐聚的场合 也成了联系感情的最佳时机 下面我们来连线 台湾师范大学 政治学研究所教授 屈兆祥先生 屈教授你好 清明节扫墓祭祖 是不少人对亲人 寄托哀思的传统方式 随着社会的发展 台湾丧丧其俗 近来有什么新的变化 追思亲人 又有哪些新的方式呢 好的 我想台湾 在台湾 我们应该叫你讲 一年 里面除了 传统的三大节 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春节 那么端午节 那么跟中秋节 另外呢 比较其次的 但是第一个就是上元节 那么其次第二个呢 就是清明节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所谓的中元节 那么尤其是这个清明节 这一个部分呢 是这个圣中追远了 祭建祖先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 那么其实这也是我们中国的老传统 因为我们老祖宗能说嘛 这个圣中追远 明德归后矣 也就是说了 那么如果这个子孙们能够永远的这个 纪念着祖先的话呢 基本上还就不会忘记祖先 所以这个对传统的这个中国人来讲呢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 所以对于每一年的清明节啊 在祭祀祖先这个部分是非常非常的慎重 那么子孙们呢 大概都是尽量的啊 能够这个回到这个他们的祖居地呢 那么从事这个祭祖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至少对于自己的父母祖父母呢 那么每一年到的这个时候呢 清扫一下他的坟营呢 那么也做就做我刚刚讲的 那么作为一个家庭团结跟纪念祖先的 这样子的一个节气 那么丧葬习俗在台湾呢 这个基本上这些年来呢 也做了一些的改变 原因是因为人口越来越多 那么土地相对土地资源相对来讲 越来越珍贵 所以过去呢 比较习惯的所谓的土葬样子的一个 这个丧葬习俗啊 现在特别是在都市地区 也已经逐渐逐渐的在转变了 大概也都采取所谓的火化的方式呢 那么这个然后将这个海骨啊 那么减实起来以后呢 那么摆在这个骨灰河里面 那么摆在这个这个铃骨塔里面 另外这几年来呢 也兴起了几种比较新的一种 这个山葬的方式 一个就是海葬 这个也目前也有一些小规模的在做 不过呢 这个部分呢 因为可能会引起海洋生态的一些变化 因此呢 并不是非常的被鼓励 那么比较鼓励的 或者说台湾最近比较多的呢 是一种树葬 这样子它很快的呢 骨灰呢 本身呢 它可能就会跟土 跟这个土壤里面的自然生态呢 相互的结合在一块 这样子的话呢 一方面是比较环保 那么二方面呢 也比较不会这个 对这个土地呢 造成太大的负担 总而言之 这些年来呢 台湾在商量文化这一个部分 也逐渐在改变当中 好的 谢谢曲教授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广告之后 回来继续新闻 屏东墾丁春天音乐季热闹结束 一连几天民众还翻天 详细内容稍后送上 欢迎继续收看东南卫视海峡新概线 屏东墾丁春天音乐季今天结束 几天来各种音乐会音乐派对轮番登场 此前因为场地违规 数度糟禁的比基尼音乐派对 因为业者找到了合法场地 也得以登场 众多比基尼辣妹 以及知名DJ 忘我演出 让现场民众简直嗨翻天 扭腰百臀 白色比基尼辣妹表演超强眼 要你只看这边 不过现场民众还没嗨过瘾 嗷嗷出状况了 因为速度违禁 比基尼电音表演一波多折 四号晚间 比基尼电音派对终于正式登场 辣妹们嗨翻天 大家集挺狂欢 只是之前他们还有这样的遭遇 3号肯定音乐节正式开幕 穿着青色白色比基尼的辣妹们 脸上却是气呼呼的 因为他们遭到警方阻挡 指责他们的场地没有申请 比基尼电音派对得取消 只是当时入场门票都卖光了 这可怎么办 据我所知差不多3000张的票 预售票已经全部卖完了 警方实施交管 阻止场地的灯光音响进场 让主办单位急得跳脚 但事实上春假期间 在肯定举行的三场音乐盛会 除了比基尼辣妹吸睛之外 拼的是演员阵容 单看表演内容 最受瞩目的春浪音乐节 找来台湾歌手范小轩 陈其真和苏打绿组合 以及婚后举行首场大型演出的梁静如 至于在恒春机场的半岛音乐盛世 第一天除了黄丽行之外 还有李久泽率领的麻吉家族 第二场卢广仲孙燕兹都是人气唱将 到了4号 各大表演团体更使出浑身解数 大牌歌手云集 只是这歌是不是有点故事了 不过范逸臣突然来个小惊喜 让我们欢迎今天特别来宾田冲千惠 这不是可能 是不是 田冲千惠是吧 哎 神秘的嘉宾不是田冲千惠 玩笑似乎有点冷 民众不太买账 只是也给热闹的肯定乐节 带来不一样的插曲 他是蒋介石的儿子 他是蒋经国的弟弟 他的父兄权倾一时 为什么他却自称一人之下无人之上 他的身世扑朔迷离 他怀疑自己并非蒋介石亲生 他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之谜 更多故事就在今晚的台湾故事会 敬请收看 好的 今天的海峡新干线节目到这儿去结束了 如果您想要和我们主持人有更多的交流 可以登录我们的新浪微博 东南晚报之后 欢迎继续关注22点50分播出的台湾故事会 更多两资讯 欢迎组定东南卫视每天中午12点整播出的海峡五报 我是詹晨 我明天再会